再看看建築面積162平方 香港樓大概是1400石左右 因為建築面積入門是雙子墨 然後有一個鞋櫃 廳有一個類似廳 相當大 它做了一些長板 然後有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看出去有一片綠葉 相當舒服 而且露台位也相當大 下沉塞 這種露台通常 香港要2000呎才會有 但是這裡1000多呎已經有 看出去就比較舒服 進入廳堂你會看到很寬闊 還有這個就是餐廳 長桌 然後做到南北對立 這邊的景觀也看回原池景 另一件事我很喜歡就是這個Islands 我自己心目中的廚房就是這樣 一個很大的工作平台 一個煮東西 然後有一個Island 可以跟我的朋友聊聊天 然後還有一個酒具可以放幾杯 而且廚房有兩個大窗 採光通風也不錯 另外一件事 它雖然叫做LDK的設計 但它這件事可以沙漫 還不是封閉色的都可以 這邊走就是第一間 客廳 客廳放在這個位置其實不錯 因為對著廳 然後再進來就是睡房 還有圖房設計 除了一間房間之外 還有一個窗台 這裡看回自己的內圓 再看回泳池 挺漂亮 還有一個浴室 也挺有趣的 另外一間房間 就連著露台位 這間可以給小朋友用 或者給父母用 最後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相對來說比較大間 大飄窗這件事就在香港絕跡 還有它有一個衣帽 兩邊櫃 然後再做一個堂門式 入到浴室 都是豪宅的五件套 就是雙洗手盆 淋浴和浸浴 再加助錢 然後這裡都是看回泳池 完美的 整間房間給我的感覺 非常港式感覺 還有窗台 這裡就用開荒的價錢 買開荒的房間 今天的時間就有這麼多 拜拜